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 在这里今天给大家的游戏呢 原来是和平星 然后大家的游戏模式 原来是仓库模式 现在也是抓着对面两个人在一起 然后也是一人点两项之后 发现自己的目标呢 也是进行了一波这个偏查 但这个位置呢 也是在追杀这两个人的时候呢 这个在和我家三号配合 这个抓掉这个落网追逐之后 也是被中间大伤冲出来 这个敌人直接带走 那现在呢 其实也是考虑到对面 可能再次选择从中央大伤出来 也是在跑到这个位置之后 冲这个中央大伤去瞅了眼 但是其实也没有发现 特别多的一个敌人 然后甚至说这个残血 也是在和我队友的一个配合下吧 也是再次带走 其实这个位置 是我的队友死亡 是一个我个人造成的一个原因 因为这个位置 其实我的队友 根本就没有必要进行一般牺牲 只是说我个人开枪有点慢了 所以说也是没有在第一时间 去补上这个伤害 然后也是再次看到对面一个人 冲上来给我贴脸 这个位置 其实贴脸的一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然后也是再次将它带走 在此之后呢 又有队友的一个减子弹的一个行为 然后导致我的模型有点卡住了 然后没有意义去带走 对面剩下的这个人 然后也是不要 这个头冷 然后也是被对面左侧 这个人直接带走了 但是不要着急 冲出来之后呢 也是自身的一个血量不要残 然后对面四个人 现在是其余在这个右侧 现在呢有个问题 就是从小地图上来看 比较明显 对面刚才是四个人 在我家这个位置嘛 但是我家的一号和这个 这是几号 一号和三号 依然是选择从左侧开始走 然后没有起到一个要货的一个作用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可能就是我逼得跟这人硬拼抢了 但是也是没有拼过 然后也是对面有一个超人选手 但是我家目前来说呢 其实优势啊 还是有一些的 然后现在变成了平局 变成平局过后呢 其实也就不要过于着急 然后在这个位置看到右侧 有两个人 然后现在呢 是不要着急打 先换一下子弹 然后在进行一个贴脸的这么一个 拼抢 但是也是没有拼过啊 直接终结掉他的一个连击 然后这个位置也是再次看到 对面从大船跑出来的一个敌人 点两下之后呢 也是没有点死 但是这时候上子弹上到一半 我也是直接停止了这个行为 直接选择开枪 然后也是直接将他带走 我刚才好像和对面的一个人员擦肩而过 但是他是被我的队友直接击杀了 那现在呢 其实我家 还是没有拉开一定的这个距离 现在呢 也是不要着急 在这个中央大船冲出来之后 也是看到对面一个敌人 然后直接将他带走 刚才从中央大船的一个位置呢 是看到对面的左侧冲出来一个人了 然后现在呢 也是进行一波这个要后的一个包夹 直接拿下平场比赛 有很多的一个意外 然后由于自身血量不足 甚至说自身这个反应没有过来 然后也是直接被对面带走 然后现在也是 这个就是属于 趁着他和我对手打 我直接冲了出来 首先第一点可以帮我对手 首先先分摊一部分伤害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在这个条件下 其实他是很难反应过来 这个一口圈去打两个人的 然后也是通过子弹的一个叠甲 直接向他用这个纯杀还灌死 其实这个模式下呢 更多的是拼墙 然后有很多这个 比较小的一些技巧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拼墙 或者说谁的一个拼墙习惯 但是如果说你和你的队友 是这个一起晕的话 其实可以靠纯杀 还是将对面灌死的 就是再多的技巧 也是在这种绝对压制面前 没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双方现在是31比31 我现在绕后也是看到对面一个人 但是我在后边被打了 所以说对面后边应该也是有人的 然后我的队友稍微卡了一下 我的一个位置 但是没有造成太大一个影响 那这个人应该是在中央大厂 然后也是看到对面的人 在中央大厂直接挂掉了 然后也是来到这个左侧 先猫在这个石头后边 先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在这个石头左侧向着右侧打 第二个就是直接猫在这个地方等人过来 然后先将对面这人击杀之后 赶紧去变换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暴露的有点明显了 我在击杀他击杀这个之后 他的队友肯定也会发现我 因为刚才那个位置 其实也是属于直接要在对面老家里了 这个算是一波赌博 然后这个位置也是在拼枪的过程当中 被这个右侧人再一次拼掉 其实最近这几次拼枪发现的话 个人的一个拼枪水平好像有点退步 这个拼枪一袋不如一袋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对手越来越狠了 然后现在后面冲出来一个人 这个人要厚到了很远的一个位置上 然后我跟他对枪的时候 其实自身的一个脚步没有变过来 然后也是没有打过 目前来说就差一个人头 我的队友不要送 队友先全部撤过来 但是我的队友也是拼死去完成最后一级 拿下来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有新的言之和平经营 如果您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是酷儿 请关注我们是酷儿的下期视频 我们是酷儿和下期视频攻略 等待会儿观看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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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